人生你超越了多少个障碍 这就是你修行的功课 现在很多人老讲功课功课 你也总认为说 这是我自己在修 其实不是 你经常会碰到不同的状况 你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跨越 如何去化解 这才是你的功课 功课不是你安排的 是外界给你的 我讲到这里都会想起 我在台南的一件事情 我到一个道场 那个是插得干干净净 非常的漂亮 外面有拖鞋 我不会那么笨 我一看就知道要换拖鞋 可是我就偏不换 我就穿皮鞋就踏进去 而且慢慢走 故意让他们知道 那个人 要换拖鞋 我说你错了 我穿皮鞋 让你有修念的机会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害人 认为我很规矩 我很懂事 我就照你去做 最后它是完了 就是发生放了 然后你会说 如果还能够 我承拖鞋